打開買賣平台 設定車型 里程等條件 先來個比價 做功課 對於想省荷包的上班族來說 這是買車的第一步 可以新人的網站 看了之後 然後再去做車子的年份的比較 還有車況的比較 這個部分都是 我們會在買中古車的時候 會比較考量的 農曆年前又到了傳統購車旺季 但買台新車 可能大半年薪水就背了 所以預算有幸的人 紛紛把眼光看向中古車 這也帶動相關網站的崛起 它價格其實都會有變化的 所以你可以看看 這個價格的變化是怎麼樣 超過百萬筆的交易 二手車的交易資訊 所以是透過我們的大數據 還有人工智慧的後端的運算 所以完全沒有中間人為的 超過操縱價格的狀況 買家只要上網輸入 車輛相關條件 簡單解個步驟 就能獲得價格情報 而賣家也能在雲端上 建立用車歷史記錄 及時掌握愛車的二手價值 不管你的愛車美照 還有你平常的使用保養紀錄 都能夠把它放上去 當然這會當在你要做出售的時候 是一個非常漂亮的車輛履歷 網路世代來臨 比價已經成為消費基本功 而最新的大數據和人工智慧分析 讓資訊價格更透明客觀 也為精打細算的民眾 帶來更多保障 記者胡志欣 劉亮亨 台北報導 謝謝咱們 謝謝 謝謝 謝謝